你若有空 就帮我打探一个人 田径 还只不过是一个妃子 除了争大军的宠爱 还能争什么 此人 绝不是这么简单 鸽子 见过多少次 小奴没记错的话 大概有三五次了吧 你二人再去查看 若再见到鸽子 务必把他给我射下来 唯 大军可曾听说 秦国要攻打巴蜀 攻打巴蜀 正是 如今之际 屈恩恳请大军即刻下令 派兵保护巴蜀 此事让夫国再想想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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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不等人哪 大军 我将带兵连夜赶往巴蜀 他去世一万 八十名 一辈 秦人占领 这么久了 怎么还能飞出来 你不会看花眼吧 上大夫交代的事情 我敢看花眼 可这根等着 也没个结果呀 你到底是什么人 姐姐是什么人 妹妹便是什么人 你不是齐国人吗 你是秦国人 民女月盈 后见公主 你这份作战书 是从哪里来的 公主 现在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 月盈以后 会一五一十地 禀报给公主 不瞒您说 这份情报极其重要 务必要今天传出去 此事关乎秦国的存亡 还请公主 以大局为重 这次始月 我另有发现 哦 不是 此次始月评乱 事发突然 只有楚宫之人 知道此事始末 然而邻军 刚到月底 便突然被无心 派人抓捕 而他们一口认定 我是为了分化 月地势力而去 你的意思是 宫中有戏组 蠢货 我要鸽子干嘛 我要的是鸽子身上的东西 事情没办好 还惊动了人家 滚出去 丫头们 养的鸽子 平日里边到处飞 今天居然飞到这儿来了 今日我去到宫中的时候 除了听到琴声 还看到了鸽子 鸽子 楚国的动向 秦国一直了如指掌 难道大军不觉得奇怪吗 此话何一样 看 在那儿 大军 这是在楚宫中结响 明天十一就 明天十一就